那個是一個南亞裔人叫德仔 他基本上一條頭髮找不到 年輕,今年30歲 用了洗頭水加精華素 用了一個半月 見到我們現在的廣告 圓形頭殼、出頭髮的情形 他的毛毛都用回了,全部都出回了 可能遲些,等毛囊疏通了之後 會濃密很多 好,回來第三節 星期易得道,過了一個愉快的晚上 因為時間過得很快 大家吹一下水,吹兩節 第三節,要講一些經濟的國情 因為今天股市又創新高 其實之前也猜到 不過想著,等它回一回 回分一些便宜 即是給我們低位,看看會不會入 沒有低位給我們買 十九大,什麼後日都開 沒有了,因為十九大 一路夾上去,看細節一路夾上去 它不會讓你下 即是不會讓你賣,即是不會讓你賣 現在是萬鈕 即是前個星期的假期 這樣夾一千點上來 那天夾,但之後是慢慢升 跌不到多下去,沒有超過二百點 跌到百多點,接著要上回幾十點 你根本只能夠是你 大飛說得對 你只有買,就沒得賣 因為你一賣了賣不回 就坐艇了,即是除了老千股 賣了就經常,買了就賣不到 但這次會不會想殺一批熊仔呢 其實不關事 因為我都說了,現在的市場 那個散布參與程度太低了 基本上是莊家控制了 而莊家其實可能有少許政治任務 因為十九大,是要慢慢升上去 他可能不讓你急升 但一定是慢慢升 我看都回不了多 你看上次,碰一碰二萬八千六百二 接著又回到二萬八千三 穿不到八千三 是那三百點波幅 一個星期三百點波幅上上落落 每天都是幾十點、一百點 那現在呢,今天就衝穿了去 林修市回到幾十點 升了差不多三百點 又回到幾十點 接著呢,那個勢都是呢 可能升三百,回到一百 升二百,回到五十 是這樣的姿態,慢慢的急急上去 因為習近平,習權 這次真的奠定了他習大大的位 因為他真的斬了王岐山 他真的奠定了 是不是真的斬了 王岐山這個呢,我是有相確的 因為呢,之前我們都猜習近平保不住王岐山的了 現在其實外面很多分析坊間都已經開始認定了 因為呢,因為呢,早幾個月我們說王岐山沒得了 一定是被人搞的 我們唯一的賣中 也是唯一的這麼說 是,是這麼說,因為當時的人都不敢 五五波都覺得王岐山一定是可以打破七上八下這個鐵罩 這麼說,他可以打破了,他可以做到五年 就幫習近平安居平五路,其實就不是 習近平呢,是不是真的一個人說了事呢 我不敢說百分百 但是呢,連王岐山他都保不住呢 是有些問題在那裡的 應該這樣說吧 就是我看呢 團派上回來 因為習近平說不完事,要保住他的話 江派是要抹落的了 唯一就是要找幫手,就令到團派上回來 即汪洋那些 全部會上回來 你看他這次人事報局,這個常委你看到 雖然現在未公佈,就看多兩天 前些公佈呢,因為上面傳得很重要 就是有個叫陳全國,就說會入常委 那我也不是很清楚 我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上面傳得很遠,傳到來我們 傳得很遠 我猜跟之前日本人說的那七個 基本上差不了一個 但是全部習近平都沒有多少自己人 但是造神論在這段時間 因為真的控制了軍方所有的槍 所以你說他說不完事,不一定 但是政治層面上,他真的決定到 現在根本上 我不相信有第二個毛澤東 他都不能夠 因為現在太透明了 你怎樣禁也好 你一禁一轉頭就抽你後腳了 然後在其他地方全都爆出來 沒有用的,因為太透明了 你不是真的有毛澤東的軍功 一直打上來的那個 不是軍功,是從來沒有打過 就是他一直鬥爭鬥上來 他是指揮戰爭,這是事實的 因為最重要是毛澤東為何可以白戰白勝 因為他掌握了間諜 因為基本上在國民黨高級將領身邊 都有毛澤東的間諜 其實周恩來的功勞 不是他,還有一件事 其實他打仗是很刺的 只不過全部所有的功勞 當時不透明 就全部歸功 就變成了像廖氏如臣 即是戰無不勝 但是實際上 廖氏如臣就不是他 其實是周恩來幫他報下的天羅地網 你想想 總統府出了一個軍令 要打哪裏打仗,哪裏出兵 他轉頭就知道了 他知得快過前線的將領 是國民黨將領,知得快過 你想想,陳暴雷是他的秘書 陳暴雷的女兒就是地下黨 轉頭你那些事 當然沒有WhatsApp,沒有Face 轉頭就打電報,去了延安 你那些軍機 還知得早過國民黨要打仗的將領 你是不是可以立即部署 所以國民黨當時覺得很奇怪 為何我們不去到任何地方 都被解放人復擊 當然,為何人收風快過你 或是一個不去到你以為表面別人 怎知走光 是呀,怎知別人包圍你 被人反包圍 去到哪裏都是被人捕的 但現在的科技實在太發達 根本上你怎樣屏蔽都不可能 不行,除非是北韓 不是真的不可能,因為有互聯網 你怎樣禁都禁不了 因為你全世界都在走 你一個人停就停不了 還有就是說 你翻牆月見,你禁了大部份人 始終很多人,因為做生意 或者 喂,每年都一兩千萬人離開中國 走去外國看 那些人 都會看那裏的新聞 回來告訴你 那些人 你去外國是呀,試試去旅遊 除非禁旅遊 日本,一定看到那些事關於大陸 一定看到多少 你去台灣一定看到 來香港也看到 去美國,各個地方也看到 所以屏蔽不了 洗不到腦 雖然你標別歌功仲德 如何如何都大 他有一部分的東西是洗到腦 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尤其是宣揚的角力強盛 其實洗到腦 因為那些人真的覺得自己強大了 有錢了 所以記住 對香港的態度是特別強硬的 大陸的人 所以 所以你說那些 比如說釣魚台的地方會不會打 是絕對不能打的 一打就會拆穿西洋鏡 當然 就是跟遼寧號一樣 是呀,最好派出來 那就好玩了 怎會呀 大家心照 他都知道自己是子老虎 是不是 你口水都 喂 喂,他的天敵就是口水 吐一嘟淡下去 他的子老虎就溶了 但他的問題是說 他遲了有一天這樣說說說說 說大了的時候 是逼他出去 你放心 共產黨很暴實 說大了他第一時間就不提 正如天公一號 那時候是天公二號還是天公一號 天公一號 我敢說網台界 我們第一個說 是 那次是呀 那次我們說完之後 沒有多久報紙才說回 因為天公一號真的連續中央台說了十天 突然間不說 第十一天 一隻字不提 從來都沒有發生過 原來已經失了聯絡 我們當時的判斷就是失去了聯絡 那他就不說了 到後來聯絡到了 要跌下來了 不知道什麼時候跌下來了 今年十一月至明年四月 是回到地球 共產黨都說 最高的發電就是 唯物變正法 就是由頭到尾沒有原則 今天你有用就是你 隨時可以改的嘛 共產黨 怎樣改都可以 龍門是任搬的 你想想 共產黨又說人家蘇聯修正主義 到了江澤民容許資本加入黨 你不是蘇秀是什麼 你不是更壞的 黑魯曉夫一定比黑魯曉夫 黑魯曉夫也不容許資本加入黨 你江澤民就是中國黑魯曉夫 現在他都在做勢 現在上高大陸都在做勢 怎樣做勢呢 就是說 習近平這樣打貪法 如果他不連任多五年 現在連任五年 再不連任多五年 貪污會服辟 所以現在他沒有了王岐山 他一樣在做勢 希望做皇帝 但是我猜他不行 我覺得 王岐山這件事是一件教援 因為任何事情都好 中共就沒有白白讓他 除非你被人抓住痛 人家要槍斃你 要不留下你的命 要不留下你的命就好 給我一條命 你不殺我 那我不做常委 除非是這樣的 但是我剛剛收到其實是我親身經歷來的 因為最近我從事的不是做地產 很多網友都知道有些不知道 現在是做金融業的事 我們公司其實接到一宗大生意 是在這一個月內 是有兩間海航屬下的旗下的公司 都是幾十億市值的 就找我們做一個融資 我們幫他想很多辦法 到最後我們是安排到發巴 安排到大摩 安排到高盛去幫他們搞的 但是到最後得回的結果 得全世界封殺 所有投行不接得海航的生意 海航其中一個老總親自來香港 上去幾個投行找大老都不行 因為總公司不會批錢給海航 就是說全世界封殺你 不只是中國封殺 是外國的銀行都不做你生意 你是用不了資 幫他想很多辦法 發債出新股什麼什麼 全部不行 你只能夠在你自己的集團裏面 自己想辦法 當然 那些人說 香港買一塊地會不會難尾 當然不會 因為香港一塊地可以讓利 例如他下了多少錢訂 他就把那些股份讓出來 給別人其他臭餅仔 一定有人給面子 四叔第一個出現 一定一定一定 各大各大地產公司 沒有人選一份 好像那些杜月生開銀行 那些行家每人就賣二百萬股 很簡單 你不敢不給的 海航都是 他不會爛尾 不過你想再膨脹就不給你了 陰乾 真的會陰乾 因為郭文貴真是打的機器很重要 雖然他那些東西很流 是很流 近期不知道找了哪個國家的女生 那些小毛就把事主放出來 他就被人踢包了 是很流 但是因為你封不了他的口 共產黨 即是打輿論戰 其實那個郭文貴都是共產黨 打輿論戰 就是做你 真假 真真假假 你沒辦法分 有一半是真一半是假 都會玩死你 他一成真你都會玩死你 其實郭文貴在做的事 和法輪功和共產黨是同一個路數 他們最厲害就像《農場新聞》一樣 說一些似是非的東西 有些真有些假 你分辨不到哪些是真哪些是假 有些是真有些是假 因為你記住 郭文貴自己都是那個系統出來的 他跟共產黨一條路 即是法輪功都是 有招數一圓 李洪志都是共產黨出來的 一樣的 所以他們用的招數是完全一模一樣 共產黨都是用招數對贏了國民黨 造謠 不斷造謠 做多幾次你就會相信 當年做到上海洋子公司 壟斷了上海一半經濟 然後就說宋子民是世界首富 全部子虛烏有 全部是假的 但是他得手的時候 你已經回不了頭了 郭文貴也是一樣的 說的有些是真有些是假 那就搞死你了 是不是 他只是打王岐山 當時已經看得出 他的招數 現在習近平說真的 沒有了王岐山的習近平 接下來究竟有沒有呢 不知道 但是我們收到消息就是他其中 即是這個叫做 陳全國 都是習近平的親信來的 收到消息他會入常委 我都是半信半疑的 跟大家說著先 可能下個星期就知道 這個消息是真還是假 我收回來就言之鑿鑿鑿 就這樣說了 不知道了 你知道我們都不是收封派的 不過聽到這些消息 就跟大家說了 其實很多消息收到 而且每天都有消息收 問題 你都要過濾一下 有些很多很誇張的東西 你不會聽 就當它急 是不是 要不然變成自己都是農場新聞的一部分 不是啦 因為講消息給我 那個就是陳全國的表弟 實際上真的是親表弟 因為其實這些所有消息 你找你告訴你 其實就是希望你幫他宣傳出去 不是呀 那個不是的 因為那個是生意上的夥伴 但是原來他是親表弟 我們都不知道 後來我們在其他人身上打聽到他 不要緊 都是放風而已 我們不是收封派 不過只不過有件事我們說出來 是的 因為我也不相信 不過很快就知道了 是呀下個禮拜就知道 但是我不相信 是的 不過就只不過說生意上來 旺屌 你想什麼 我老表現在準備做什麼的了 那我是虛張聲勢 就是我這樣看 共產黨很難突然間飆一個人出來的 很難 因為全部有部署 每一樣東西都是一個交易來的 你說當年的江澤民突然爆出來 其實江澤民都不是突然爆出來的 他因為是上海市衛書記嘛 北京對落就是他的 是啊 你不是找陳希彤做他就是他的 其實他也不是突然爆出來的 他是妥協的產品來的 是啊 你怎樣妥協你這個人都要 如果有一個陳敏爾進來 已經有一個很大的妥協來的了 因為陳敏爾已經強行提升兩級上來的了 就是不太夠班了 那就看一個交換去到哪裡了 還有現在大陸封了 所有的東西都 Whatsapp已經用不了了 用不了很久了 是啊 Whatsapp已經大陸停了 Whatsapp停了很久了 還有就是 他們現在說他去到5G 就是5G 但是我猜實際在走的速度 整個大陸可能現在都沒有3G 好慢啊 妥協 慢到不得了 因為你每發一件事都要停一停 它監管了才再篩選 再翻出 我現在在玩一隻遊戲 那些很低能的種菜 種水果 農場 類似那些什麼 夢想小鎮那些東西 在大陸是玩不到的 因為妥協太慢了 香港就玩到了 下來香港就玩到了 在大陸玩不到的 他不是只是這些妥協嗎 他們玩遊戲而已 玩手機遊戲中菜 去監察 種水果 然後去生產唐漿 這些東西都玩不到的 以前大陸 譬如我們上網 收費比香港貴 現在是比香港便宜 28元 額外可以多拿4G 但它的問題是 現在是你上網的網站 看到整體融電資 全部打開 推動 整齊 鎮 緩 停 ajo 晚上趕回來 無用 Wi-Fi也無用 是啊 Wi-Fi也無用 很慢 嚇死了 其實現在基本上好像壓力鍋一樣 不知道他在哪個問題出了 可以嫌到這樣 我說到一件事是朋友告訴我 還沒收風 他親自告訴我 現在他是回問你的 他有些親戚在新疆 他說現在新疆菜刀是要實名制 怎樣實名呢 每把刀有一個QR Code 你要給政府4元 政府幫你做QR Code 你掃描 這把刀是屬於你的 如果這把刀出去砍人就拘捕你的 現在用在刀製QR Code 科技活用在這個生活上面 到時是配刀來的 你不可以隨便放下它 不可以的 就是秦始皇 收天下兵器駐十二金人 現在不用,給你一個QR Code 這個就是你的9527終身號碼 買刀的數碼化 現在真的 是這樣的 其實… 你聽到 你外人早上買一把刀 給你4元 裝一個QR Code 然後你用手機掃描 已經綁定了 綁定了你的戶口 差點指甲錯還未要 指甲難一點 刀真的殺到人 沒辦法 一般回問 拿刀在火車站到處砍人 很多單 都不只是回問 不過壓力波到這個位置 好像太平盛勢 強國崛利 但裡面的問題 沒辦法解決得到 今早你有沒有看另一個Facebook 就是北京地鐵安檢 大塞車 塞到那些人 是幾個小時才能進到地鐵 實在是不用上班 其實應該放假 不用勞民商場搞這麼多 因為十九大 因為現在北京 那些人住到七環八環九環 住不在北京裡面 住不在三環裡面 總之四環以內就不用開車 你只能夠走路 地鐵都不行 地鐵現在安檢 每一個人進地鐵要安檢 你不用自己坐車了 那你想想 即是走路後 踩單車 踩單車 應該是戒嚴 戒嚴就行了 戒嚴就沒有看 要光光 不是 為了慶祝十九大 勝利不開幕 不下開幕 就直接全部放假 那就太密了 剛剛放完八天就 沒辦法了 現在也沒辦法 他現在根本上就是這樣 那些朋友 我要訪問一下北京的人士 看是否真的 是 但你講明了 不准拿護照 出國 拿著張 下了命 一個月前下命 十九大前後 所有企業老闆 都不能出國 都不能出國 老闆出不來 現在只是派副總下來 現在 總之現在都說了 你沒辦法知道 究竟他們現在在哪裏 因為未試過 是 即是未試過 改革開放 未試過 那麼緊張 那麼緊張 你說沒有人 即是我們之前 沒做過一集 講習近平 是不是真的 人要暗殺隊 他 是不是真的 他真的怕人 人要暗殺隊 很明顯 整件事會不會過了 不是過了 做這些動作 一定是有 事前一定試過的 真的試過是暗殺 我這樣說 是否over 我不知道 你想想香港 軍月酒店的保安 你都信不過 你還要臨時 即時轉酒店 即時轉酒店 肯定是覺得 人收到風 人家會有軍月 最能暗殺 或者整座溫月炸救了你 那他就直接搬到隔壁主 你就算炸 就炸我不死 肯定是這樣的 收到這些消息 因為 很離譜 我越來越不喜歡回大陸 就是開始搭地鐵 開始覺得你去哪裡 都好像有人看著你 很不舒服 他的識別系統 是每一個人都可以識別到的 你在街上走就知道你是誰 顯示大物名,姓名 那個叫直冠,年齡 他拍到你就已經分到 最近有一段視頻就放了出來 不知不知道 人們都過馬路 每一個人都困了你 困了你 已經快到這樣 已經 所以他現在在大陸 是越來的人 雖然兩方面 沒有了私隱 但是也有一方面 越來越安全 越來越安全 很難 治安接下來會越來越好 對 不過治安其實很好 因為你別人拆走 除非你打算殺了人 我拘捕我坐牢 一般盜賊都不敢這樣做 因為一定會拘捕你 其實韓國治安好 都是因為這樣 你留意一下 你去韓國 你看不到人家的房子 或者住樓下樓上沒有鐵閘 因為街景有攝像頭 因為一個攝像頭 一個跟一個 一定找到你 每個都有攝像頭 所以韓國即使去高尚住宅區 你都不會看到鐵閘 一到木門 就是這樣 現在大陸的二三線城市 我不敢說 但是一線城市是很安全 安全到一個 因為你去地鐵也好 巴士站也好 全部都要安全 你都無所遁形的 無所遁形的 走不掉的 就是我覺得很討厭 越來越不喜歡回大陸 因為不回大陸的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現在的海關 為什麼要過多一重 就是要插到一張卡 插到另一個關 自此之後 那個人很不舒服 就好 我每個星期六星期 我一定回去 現在都沒有 尤其很喜歡回廣州 有時候會去台山 去中山 我很喜歡去中山 一年怎樣都可以去到聖刑池 近一年都沒有 是因為很令人很不舒服 為什麼我每樣都要脫下 譬如我和太太去住酒店 一定要兩張 兩張 兩張 兩張登記 對 你一定要兩個人登記 你不兩個人登記 是不行的 為什麼他登記就可以了 對 平時都是這樣 現在兩個人 現在兩個人 Facebook呢 Facebook沒有 沒有 一路都沒有 翻牆 我現在告訴你 你知不知道 為什麼華為會做得起 還有iPhone 越來越大陸的銷量差 其實唯一一樣的就是 因為iPhone 那個App Store 現在是在大陸的 所以在大陸裡面 只要你用iPhone 你所有的VPM 都是沒有的 有一個問題 你在大陸 用大陸的Wi-Fi 用大陸的東西 是上不到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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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re 不是 Google Store 我上不到的 iPhone 我不知道 但是呢 我們用Samsung機 Android 你是上不到 因為它是Google 你上不到 上不到的 但是App Store 它是上到的 但是它上到那個 國內的大陸版 沒有VPN 對 所有VPN 只要我用了iPhone 我就簡直是 所有能夠翻牆 做任何東西的軟件都沒有 所以那些人就慢慢不移 簡單一點 買華為 買華為 那些還有 還可以上到 安卓還可以上到 Android 它還可以有VPN 押零零射射 就是iPhone 那iPhone即是接下來都玩完了 所以現在你看iPhone 在大陸的銷量 不是有沒有型 是沒有了一個功能 變成磚頭 不過不是 功能沒有呢 其實大家都知道 老實說 iPhone很多功能 在上面用不到 是完全用不到 但是那些人覺得威風 拿一部蘋果手機 但是你不會有幾部手機 不是人家 追一部 不是人家 那你這樣 譬如我要翻牆 我要做國外的東西 譬如有些人 我要翻牆上Facebook 譬如做生意那些 要想用國外的WhatsApp 用Gmail 用Gmail 覆不到的 那你就直接轉了一部手機 即使你 令到你的iPhone的銷量 即是你普通打工 或者那些沒有需要的工人 那iPhone就放在那裡 那這個可能是 終結美股上升的其中一個因素 因為真的 現在那個VIX VMX 還是VIX指數 已經快要接近歷史低位 現在是10的邊緣 如果對穿最低 好像9.65 這個恐慌指數 那如果你說蘋果的銷量開始跌 那業績的倒退 那可能是敲響美股的這個警鐘 即是美國能升到到訂了 就快 有這麼可能的 也不奇怪 這些我不懂 但是事實就是這樣 你看iPhone iPhone 8也拆不起 它已經斷了 你沒有辦法翻牆 你翻牆 你還可以用外國的App Store 因為它要遷就你 要遷就你大陸市場 所以其實蘋果是把自己大陸的市場送給它 雙手奉送 你說你用不到很簡單 有翻牆軟件就用到 翻牆來 在香港上App Store 是不是 但是現在你截頭這些所有的東西 屏蔽了 即是這部機 不如一個普通的大陸機 華為 不如買一部華為 你截頭沒有了 這個是一個警號 即是我們想著想著想著 想著想著想著 因為現在阿力士圈 時間差不多 我們也要作出一些總結 因為現在市場上升到現在 近2萬8千7邊緣 今天破了2百7 2百8不到 接下來市場上 其實都是慢慢升的格局 我也是重新 有機會墊3萬零 7百 不過呢 就是 ma 這個月當然會 稍出稍後 但今年應該會上升 慢慢上升 不過剛才我提出 美股有機會 因為現在 美股來2萬3邊緣 已經接近2萬3 2百üne 2千8百多 差す importantly 可能今晚再升幾十點 因為現在晚上升幾十點 但是它的恐慌指數是未穿10 一到恐慌指數 如果創新低之後 它可能突然間有一個 什麼來大家估不到的東西就爆出來 可能股市又差不多了 升到見頂 我覺得是會的 始終美股已經升了很多 當然大牛市是否還未完結呢 我不敢說 但是因為現在很多東西其實是陸續發展 iPhone不行呢 不是現在才知道的 其實去年大家都已經知道 看到iPhone是在下波的 那現在很明顯就是 接下來iPhone的業績一定會更加差 公佈數據可能公佈iPhone的銷售數字不理想 尤其是中國的銷售下跌 那就可以造成它下跌的誘因 其他東西跟著跌 不過這樣 美股跌就不代表大陸股跌 因為大陸股也很落後 上證三千四都破不了 最高六千幾點 現在一半都沒有 所以又不能夠看得很淡 如果中國大陸股票 你說幾隻大型股票 好像曼達這些 它不倒的就還可以 但我看都真的不敢說 是 因為現在是政治事 你怎樣說到不到艇 追不追落下 是 政治事 突然間爆一個 剛剛上完十九大之後 接著王健林真的相歸 不是相歸 不是黨員 突然間 被人調查 調查 那你已經站在那裡了 接著就連帶很多 很多東西就是這樣 大陸你猜不到 是 今天學警太富狂隊 不知道什麼事 大陸老實說 你講得對 政治事其實都十分難估 因為有時候很多不確定因素 不過我覺得 現在今次王岐山 即我們分析王岐山 不能做 他下台的機會也很大 一定沒有辦法連任常委 所以習近平呢 一定是作出某些妥協 去交換 因為你要斬他的左右手 你一定要給他一些東西 所以他可能 譬如說 讓你繼續做多五年 但是王岐山就一定不給你了 一定是讓出了部分的東西 才可以換回王岐山 最大問題就是 究竟王岐山這件事 除了海航之後 還有多少陸續有利 牽涉到這個中紀委的問題 因為現在習近平好像直接 直接控制了中紀委 因為王岐山一下馬 中紀委他一定要找一個自己人 去看中紀委 因為現在中紀委是太上皇 任何人都可以去抓 中紀委 基本上是一個 中國的上方保健 任何人都可以抓 除了習近平之外 這根本就是大了 真的大了 所以 簡直好像錦衣衛 簡直好像錦衣衛 即是東廠來的 因為其實 中紀委根本上就是違反憲法 你黨的中紀委 你現在是中國共產黨政府的體系 你有什麼理由 你用中紀委的黨 因為這樣 他是黨員 拉黨員 對 因為共產黨以黨領政 他一個職位 黨指揮槍 他一個職位 譬如說你是政府貿易職位 你連帶你的黨是有個位子的 他在那裡動你的 所以其實沒有了憲法 憲法不是 憲法從來都 共產黨從來都不說這件事 你知道憲法改過多少次 當然 沒用的 他任他寫的 可以寫誰做指定接班人 現在習近平想把他寫下去 這些很危險 凡凡這些想把自己寫下去 去黨章裡面 其實往往都可能有一個很大危機 會爆發出來都不一定 對上一個叫林彪 這次時間已經到了 我們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下星期回來再見 拜拜